那人手不夠怎麼辦 我們兩個褲子一捲 衣服一拉 就下去整理房間 我們是上上下下 那個這樣子 跑上跑下... 結果客人來看到 我們兩個人都是滿身大汗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客人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在整理房間 那客人都這樣子 他這個很專業 你看他那個手勢 有看到 先是看板刀工 這個我們剛剁好的蝦泥放進來 OK 搞定了 現在是我們的生菜蝦松 大家好 我是王仁甫 大家好 我是季晴 我入行19年 我入行23年 我們倆認識15年 然後結婚10年 我們有兩個小孩 非常可愛 是 從台北也搬到了宜蘭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進入 看板屋 來 歡迎... 歡迎王老闆 老闆娘 你好... 謝謝你們從宜蘭來 請坐 歡迎人府跟聚集一起坐 謝謝 我剛剛說歡迎王老闆跟老闆娘 因為這是他們這個人生非常重要的新的開始 而且進入第三年了嘛 對 這個就是你們的民宿 對耶 民宿 就是在海邊 這個是從哪一個 這是其中一面而已嘛 對 這個是面海的那一面 那像你們這樣大片落地玻璃 比今年秋台這麼多都OK嗎 我們的玻璃是8加8的 因為我老婆那個時候 在蓋的時候 對 焦和玻璃 焦和玻璃就是8mm加8mm 所以是1.6公分厚的玻璃 所以它很厚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們要蓋民宿的時候 他非常擔心就是台風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玻璃加厚 對 讓它可以比較承受得住 對 所以從這三年的過程裡面 他一直都是會扮演那個 提出擔心的那個角色嘛 對 對 我想的比較多 就是各種各樣的擔心 對 然後就給他很多的目標跟任務 不管是財務上的擔心 不管是在營運上的擔心 不管是家庭狀況的擔心 都是他負責提出來 然後他提出來給我之後 我就要想辦法解決 對 或者是跟他商量 你們結婚10年嘛 剛剛開場白 認識到現在15年 15年 所以你覺得他的那個擔心 對事情 就是很多小細節 可能你根本都不會想到的 可是他會想到 還會擔心的 在過去這15年裡面 一直到你們共同經營 這個自己的事業 你才深深的體會到嗎 其實一開始我是一個 比較對錢財觀念 比較大而化之的人 我就錢就是賺就有了 然後所以我不會去 特別的去理財 那是因為認識了他之後 然後他因為平常 就有理財的習慣 所以他會很厲害的 就在我會看書的地方 比如說廁所 或是客廳的桌上 就會擺理財雜誌 那以前 我以為是擺錢 對 他說不用擔心 用不完這裡都有 我以前都是看汽車雜誌 所以他放理財雜誌看久 我就拿起來順便翻一翻 就發現好像真的必須要理財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有跟他討論理財的東西 所以你們合作方式 你是用潛移默化的 對 因為他的個性 其實人父很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見 所以你不要有事情想規定他 你永遠會達不到你的目標 所以你要用方法跟他溝通 你好像在教小孩喔 其實是啊 不知道嗎 如果說以宜蘭跟在台北的時間好了 你們現在宜蘭時間的佔比是多少 其實我們一開始 我那時候還在想說 偶爾如果回了台北工作 我就會想說 哇 今天有空檔耶 就是還會想說 在台北待一下才回去 可是大概住了半年之後 有一天我就是開車 從台北要回宜蘭 一出了雪碎之後 我就哇 那個心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所以你們以前在搬到宜蘭之前 以你們的演藝生活來講 幾乎都是在台北對不對 鎖定在台北的 我們應該是說從十幾歲開始 只要進了演藝圈開始 就是一直生活在台北 演藝圈之前也是 因為我們兩個從小就住在台北 所以其實都是生活在台北 然後進了演藝圈之後 我們覺得演藝圈的tempo 實在是太快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 因為兩個人都是藝人嘛 那我們那時候 備受的矚目度很高 所以其實在台北生活 我們來覺得來講 雖然台北很大 可是我們生活就只有家裡的 那一小塊範圍而已 我懂了 對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想要 有了小孩之後 我們希望給我們小孩的世界 是更大 更寬廣的 不要是鎖在只有我們家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改變 一開始季晴其實是 不是非常認同 超季晴 對 就我太太 內人 對 我嫌內住 對 她是比較不贊同 她覺得 她沒有辦法離開台北 因為是連根拔旗嘛 算了 雖然台北跟宜蘭 距離沒有說那麼遠 可是心境上是有點連根拔旗 而且那個時候 我會覺得 我習慣下樓要有便利商店 我習慣對面就是銀行 那我突然要到一個 就是完全整個鎮上都沒有銀行 便利商店你要開車 然後雖然交通時間只有30分鐘 可是那時候心境上覺得 她每次說 今天要不要去看地 又要去 好遠喔 就是那個心境上的距離感 其實是很遠的 好 所以當你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心情的調整是一個 一段過程 是一段過程 因為我從小 我一直就希望可以住在鄉下 對 我覺得在鄉下那個生活 比較像生活 在台北市是為了工作 所以選了一個比較方便的地方 居住在這個地方 那在鄉下的生活比較有品質 對 所以我就帶了她過去 那我覺得她最大的改變是 我們有民宿剛開始的時候 有兩個月 那個時候正在籌備 然後我們都住在那個地方 也帶了小孩去那邊住 然後她住在那邊的時候 她有一天就看著小孩子 在沙灘上玩 她就跟我講說 她就跟我講說老公 我看小孩這樣子的背影 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搬來宜蘭住 我們就搬來吧 她對於我的來說 感情不一樣 她不像是在台北市買的一間房子 台北買的是一棟房子裡面的 其中一小間 可是這個是整棟房子 所以你會對她特別有感情 王仁甫經營的宜蘭海邊民宿 民生太響亮 演藝圈無人不知 這棟民宿就代表王仁甫 他民宿真的花很多錢耶 一個東西一改再改 三改四改 然後每天自己為了省錢 你看他省了有多少 一點點 然後自己在那邊撸 在那邊自己在那邊刷 只是為了完成 他心目中的那個畫面 他就是這樣的人啊 處女座的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用白色 其實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乾淨 那我覺得白色 如果你整理乾淨 是最容易讓人家覺得舒服的 大片落地玻璃窗 全白外觀 走進裡頭也讓人驚訝 不只家具純白色 地板用的還是白色織布款式 處女座的龜毛潔癖 完全一覽無遺 只是要維護這夢幻民宿的 每個環節很花功夫 我們都會希望 每一次都要把玻璃擦得很乾淨 不要讓客人看到 是髒細細的玻璃 尤其我們這邊是海邊 很容易上面就會 結很多的鹽巴 對 所以每一個月 我們就要用水 全部把它清過一遍 而且它很可怕 因為它每次刷檢查 原本都很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這樣 它都是這樣 這樣點 對…這樣 這樣… 然後如果看到一個髒 它就這樣 對啊 玻璃乾淨 你不覺得就很舒服嗎 黃仁府和季晴 過去沒有任何餐飲服務業經驗 民宿從設計 建造到營運 夫妻倆完全從零開始學 藝人跨界吸引了不少粉絲和旅客 慕名而來 但也代表必須承擔 不容有一點瑕疵的壓力 只要我們倆時間允許 我們就會陪著他們一起做清潔 就是跟著他們這樣刷 然後這樣抹地 其實他們知道我們的標準要到哪邊 他們就會盡量達到 對 他們之後就知道說 老闆是要這樣子刷 要這樣刷 要這樣擦玻璃這樣子有沒有 清理輕微 要求細節 光是盥洗用品擺放的位置 兩人也能討論個老半天 民宿裡的大小所事 幾乎都由王仁府定標準 浴缸最重要檢查是什麼 這個位置 對 水會放上來的這個位置 對 一摸就可以摸得出來 怕這個飯店或民宿 它有沒有好好的在打掃浴缸 像這個有油漬的等等的 我們就把它偏一噴 曾經的當紅偶像 變民宿老闆 王仁府不是只有張嘴廚藝健 而是認真親自經營 不僅是員工的教育訓練 客人吃了餐點或下午茶 他跟季晴兩人一起研發親手做 一計就換一次菜單 都是我們準備的 對 包括它的晚餐的湯頭 它也自己熬 連醬油也自己配 可是常常有客人看到的 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想說 讓妳這樣子幫我們端水果 讓妳這樣幫我端茶 這樣我吃不下去耶 我說不要這樣子啦 我說也沒有關係 我說妳多吃一點 吃不夠我再多端幾趟 對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我家嘛 過去不論走到哪兒 總被人觸擁 現在的王仁府錄影空檔 他有打不完的電話 處理民宿大小琐事 對 妳說我是王仁府 就宜蘭的Play Hotel 對 所以妳會自己這樣打電話 處理事情 會 這常常必須要這樣 那妳真的是完全放下很多 像光環 對 我會再打另外一通 等一下我們自己去自己這樣 很難耶 很難耶 八次尷尬 對啊 我剛剛 我剛剛碰面一次 建議民宿和當了爸爸 磨了不少王仁府個性的麟角 他體認到很多事情 急不得 這世界不會總繞著自己轉 他說他的意思是 你沒碰過 你怎麼知道會發生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有你處理的方式 我有我處理的方式 你認為錯的 我不見得會做的跟你一樣錯 他就是那種不見觀 才不流淚啊 有時候二對二籃球PK這樣子 然後看誰幾分鐘之內得幾分 然後就輪到王仁府這樣 那一隊他要出場 他就脫鞋子 他就把鞋子脫掉 他打赤腳上場這樣 夏天喔 那種三十幾度的籃球場地板這樣 我說 這個天氣你腳會破皮吧 會起水泡吧 他說不會不會 打完那場下來之後關 就攝影機就拍到他整個腳底 全部都起水泡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對 就好痛喔 這樣 他不見觀才不掉類的一個人 但就因為王仁府的堅強樂觀 在2008年5566解散以後 他經歷演藝事業低潮 卻也能很快找回生活重心 調整好心態再出發 他有一段彷徨期 他那個彷徨是 好像對於人生 對於工作到了一個階段 他的工作在當時 講起來沒有那麼的 像之前的這麼的風光 所以我說他的樂觀也在這裡 他會自己很會的找出路 也很會調整他的負面情緒 有一陣子我們解散了之後 那我老婆問我說 你要過 你接下來你有什麼計劃 那我太太那時候問我說 那可是你總是要有家庭收入 我說你真的不用擔心我 我可以去開計程車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王仁府形容自己像一塊黏土 可塑性很高 能隨情勢改變樣貌 現在他跑通告玩遊戲 一樣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 搞笑半醜都很投入 以前就是頭髮 不好意思等一下 我要先弄一下頭髮 然後我都會跟旁邊的經紀人講說 只要頭髮一根亂你就喊咖 因為我不希望那個亂頭髮被人家看到 可是現在往往他們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 沒差 與其說他肯面對現實 不如說王仁府有不戀戰光環 能淡定看演藝起落的人格特質 跟其他五六的團員聚會 他也多半在聊未來 我覺得你接下來可以挑戰當全台灣 你可以當奧運選手 第一個藝人 但是是奧運選手的 因為你玩那個冰上曲棍球嘛 進球的那一個我難過的 對 或是這樣溜一溜... 一邊溜 然後你就一邊唱歌 那會唱到上氣不接下氣 你要溜一點很累嗎 你要溜 然後唱快歌啊 天風低烈 我不在乎 風聲音樂聲聲 對不對 還滿酷的 天風低烈 等一下 我想 我難過的是忘了你忘了 愛情全力忘記我們全心相愛 曾經5566被譽為台灣天團 聲勢驚人 但是王仁甫卻說 過去的自己活得很精彩 但是現在他才真正快樂 因為終於可以停下腳步 享受每一個時刻 他知道演藝人生 本來就有高有低 既然夢想都曾經實現過 現在知足 已是幸福 所以在網路上很多筆記 很多人到你們民宿的時候 比方他會 我看到寫得最多就是說 那個接電話的真的就是寄情本人耶 然後說那個下午茶 或是說在早餐時候看到的 真的就是王仁甫本人耶 就是說當他們在本人這件事上 覺得非常驚訝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你們已經都調整的 差不多了 對 那你們自己對於自己 在真正開始經營的時候 你們在什麼 哪些事情 哪些時間點上 也會對自己驚訝 就是說 原來我是可以這樣做這個 我說我做這個我還滿開心的 其實這三年我覺得我不斷的驚訝 一直在呈現驚訝狀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 其實就是演藝圈的工作 我沒有做過其他行業 那你呢 我有 我洗車工啊 火鍋店啊 都做過賣手機 那真的應該開民宿 對 我做了還滿多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對 因為我從董事以來 其實說實在 我真的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做演藝圈的工作 我也不會提款 我也像生活白痴 因為父母都把我照顧得很好 所以那時候其實開始做民宿 以前你做演藝圈其實是 背後有非常多的團隊來照顧你 你只要負責在美光燈下的東西 顧好就好 可是民宿不一樣 是我要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提供給今天踏進門的這一位客人 那個心境上跟態度上 其實是有很大的轉變 然後我第一次覺得 非常的驚訝的時候是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剛開始 然後連續三天都客滿 可是呢 第一天客滿結束之後 第二天早上 就有兩個員工沒有出現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就開始聯絡啊 想說怎麼了 他生什麼事 怎麼人沒有來 他就直接說他不做了 天天啊 等一下 可是客人還是住滿的嘛 對不對 還在住滿的狀態 沒有 第一天的退了 對 退房了 然後第二天的要進來 對 然後他就不做了 對 他就... 可是要整理啊 那人手不夠怎麼辦 我們兩個褲子一捲 衣服一拉 就下去整理房間 刷浴室 刷馬桶 熟垃圾 鋪床 然後因為人不夠嘛 時間非常短 只有十一點半到兩點這個時間 你要把房間整理好 我們是上上下下那個這樣子 跑上跑下 我真的覺得 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只有你願不願意做的事 結果客人來看到我們兩個人 都是滿身大汗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客人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在整理房間 那客人都這樣子 你們兩個自己整理房間 真的假的 真的是本人耶 對 可是那時候都非常 然後被說我們可以跟你拍個照嗎 我們說可以等明天早上 我幫你做早餐的時候嗎 對 那所以在你第一次 這麼近距離 你自己當老闆 要去互動的時候 那個護城河沒有了OK嗎 你還記得一開始的狀況嗎 我覺得就很像訪談 我覺得因為我們就像主持人一樣 他今天一進門了 我就是一個主人 然後招待這些客人來 那客人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點生疏 那我們就讓他在這個空間放鬆 會跟他開個小玩笑 然後到了他晚上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喝點東西 然後我們就會親自調一些酒 然後開始跟他們聊天 我就會訪問他們 你為什麼來啊 那你們有去過哪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開這個民宿 就開始跟他聊聊聊 我覺得那個感覺其實 跟這演藝圈訪問一個人 沒有太大的差別 有一個人的筆記他說 他應該是初初期去住 然後他寫說 你們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你跟他聊到 你說其實因為你入行太早太久 所以你沒有交到什麼圈外的朋友 對 圈外的 那你更是 我更是 你更小就入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常常在跟客人聊天的時候 我們回家自己也會聊客人的故事 我們都覺得其實很棒 因為我從小認識的世界 就是就在演藝圈 那我覺得 我其實可以跟很多各行各業不同領域 不同人生經歷的人 去知道他們的故事 那也會跟客人做交流 後來我們也覺得也蠻好的 當你做這個轉換的時候 因為大家認為 傳統的性別角色會認為 激情是幫助你陪著你一起 那你會不會 心態上覺得需要跟這個世界解釋說 你並不是因為演藝走下坡 並不是因為5566這個偶像團體 不得不各非東西 所以你才從演藝圈走向民宿 那時候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心理的過程 在5566的時候 那時候我認識了他之後 我就更奠定我覺得 我要趕快有個家 對 我希望能夠有個家的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 我只記得那時候孫德柔罵得很兇 其他我都只記得 對 他反對得很兇 反對得很兇 我們兩個那時候要認識的時候 他還把我關起來 關了一個多月 對 那時候才剛剛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被強制分開 除了工作 因為我們那時候工作有 在同一個節目裡面 一下的工作他就被接走 而且是在一個手機收不到 那時候他把我關在地下室 然後就說每天只要通告結束 宣傳就把我送回家 送回他的那個 他家的地下室 然後那個時候 為了要跟他講電話 他的地下室只有一個角度 會有一格 一點點可以收訊 我就趁他不在 孫總不注意的時候 我要這樣子很高 我要爬到床頂上 然後這樣 喂 然後那個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談戀愛 談得這麼辛苦 我們分手吧 然後那時候我說 要 我說我們不能夠這樣 我們兩個這麼相愛 然後我們不要被外界的影響 因為我們本身兩個人 是沒問題的 我們不要被外界的影響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那個時候還 剛開始交往一個月 然後他就說要分手了 那時候我就請我的助理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見他 我每天都是被關回來的 然後我就請助理去幫我買了 我去挑了一個戒指 這個 到現在還在 真的嗎 對 真的 就是我那時候挑了這個戒指 請助理站在他樓下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從來沒有送過別人戒指 那送這個戒指給你 是代表我對你的一份心 我真的希望可以跟你 成久的交往下去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很不容易 就這個一套就套了15年 對 所以兩個人都要做什麼 決定什麼轉變的時候 當然是要一起 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印象很深 我記得季情也犧牲很多 就是你在懷胎十月的時候 你有很長一個過程是你可以做到在台北 你是人間蒸發的 就是說你蒸發到沒有人可以找到你拍到你 所以也不知道你已經懷了你們老大了 對 可是 那就是足不出戶嗎 真的足不出戶 然後完全的 你也是把自己關起來保護他 對 完全的把自己關起來 因為以前我的工作很忙碌 所以如果突然公司放了我一天假 我想好慌喔 這一天要幹嘛 好沒有目的 因為你的生活作息可能跟別人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突然 也沒交同朋友吧 你也沒有時間去交朋友 然後所以你突然有空檔的時候 你會很害怕 好慌張 我演藝圈工作是不是 就是開始會有一些 有擔心這樣 可是後來真的在家裡待產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那段時間 我自己心態調適得很好 我開始學習跟自己相處 開始學習什麼叫做過生活 所以你們兩個人 因為經過那麼不容易的一段 所以你們知道彼此 其實是那個安全感的來源 但是當你們開始在做這個事業的時候 對你們兩個都是全新的經驗 太多人都提到仁府的 不能講開銷的習慣 是他金錢運用的習慣 所以這一個去過的人 我們攝影大哥去了以後 也說跟他平面看到了 又超乎他的想像 所以你的設備其實是 你一次就要把它投資到 你覺得你自己覺得的最好 對 但是你們這一個 從買地到建物你們是全部的 繼續都下去的 所以那時候他不斷地在添購跟提升設備的時候 你不太能夠踩出這個煞車 對 那個時候你怎麼去處理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我們兩個關係 最低潮的時候 常常吵架 他不是一次嘛 就是他不是一次性的添購 就是一次然後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對 而且等於我們大概六年的時間 我超焦慮的 而且因為他可能超之 會怕我指導會唸他或是管他 或是吵架 種種因素我不知道 但是他常常就是 我早上起床 然後坐在那個電腦前面正在 因為我都看盤嘛 所以我早上起來都看盤 坐在電腦前面 我常常看到王少爺起床 從樓梯下樓就說 老婆今天幫我會50萬 我就想說今天會50萬嗎 他就說對 就是今天 然後我想說壓力很大耶 因為其實我的金錢觀念是非常保守的 你那麼小出來工作一定的 對 然後我媽媽從小就開始灌輸我說 因為演藝圈是你做一天才有一天錢賺 你只要一天休息 你就沒有錢賺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理財跟存錢 所以我從小是 我賺10塊錢 我會存9塊只花1塊的人 現在突然認識了一個 賺10塊錢要花9塊存1塊的人 我就覺得我們在金錢觀的 那個磨合期 就是在蓋房子的這個階段 其實是非常拉扯的 因為很拉扯喔 因為他不是去賭博 他不是去投資一個 對 就是說 貪圖的 巨富的一個標的 所以在這個跨出舒適圈的這一步 在理想跟現實之間 你們後來是怎麼樣達成一個平衡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他支持我 其實就是他的支持 就是一定有一方是比較妥協 對 他就是支持我 雖然我們有爭執 可是他會去想辦法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一直到我們 我覺得夫妻之間那叫共患難 就是你一定要想辦法共患難 共患難到最後 看到那個美麗的成果了之後 你回頭看 所有過去的辛苦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房子蓋好 也裝潢好 我們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雖然我們中間過得好辛苦 可是你現在看到這所有的一切 它是值得的 因為其實我虧欠他比較多 因為他一直在支持我做這件事 夏天我就希望大家 是吃一些比較清爽 所以我們就把原本蝦蔥裡面 會放壁漆 對 我把它改成水梨 就是口感是一樣的 口感是一樣 可是它吃起來的是香甜 精彩跟快樂差別在哪裡 對 我覺得真的 真正的快樂是知足 對 因為我覺得 當你永遠有更多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斷的去追求 然後在追求的過程當中 它是辛苦的 它就不會讓你快樂 但是其實我覺得人 擁有了以後 你就開始要好好保護這些東西 就好像我覺得家庭 現在對我來說 很多人問我說你的人生 像你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中間有一段低潮 可是我覺得我的人生 絲毫沒有低潮 對 我覺得我的人生 永遠有貴人 比如說像我小的時候 加入了55 先加入Postman 那個時候的團體 那第一張專輯發完之後 我們就解散了 搞垮了一個團體 我在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內 我就去找一份賣手機的工作 那賣手機的老闆一看到我這樣 你不是那個藝人嗎 你怎麼會來應徵 我是去應徵 那時候應該是還 三台的時代是不是 對 那時候 沒有 那時候已經有 有Cable 有些不多 對 所以 一個出道 一個出道大家都記得 因為你看那種 大家都認得的明星嘛 對 他至少還是會有人認得 可是就是發片 沒有後續 那公司也說 不會再發專輯了 我在一個月 我知道說 不會再發專輯的一個月 我馬上就去找工作 然後我那時候 遇到的那一個老闆 他人很好 他看到我說 你是藝人為什麼要來 來應徵工作 我說因為公司不再發片了 那我要活下去 那個老闆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他老闆就說 好 你就跟大家講 你是股東 你來幫忙賣手機的 我整個這樣 那真的是貴人 所以我在那個工作當中 一點都不尷尬 所有的員工 都以為我是股東 來的客人 問我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我是股東啊 我是家店的股東 所以我來賣手機 所以我遇到了這樣的貴人 後來我退伍了之後 我就跟那時候 我的經紀公司老闆孫仲 我跟他講說 我要去賣手機了 因為我遇到了這個貴人 他這樣幫我 我不要再回演藝圈了 那他就跟我講說 我有一個計畫 就是5566 你要不要加入 我說我已經搞垮你一個團體了 還要再來搞垮第二個嗎 那他說 你自己考慮清楚 然後那時候就兩條路 在讓我選擇 一個就是賣手機 一個就是5566 那我覺得很慶幸的 我選擇了5566 讓我的人生 有一個這麼棒的回憶 好 那在這個回憶的同時 接下來 因為這樣子 我選擇5566 我才會認識我的老婆 那認識我的老婆之後 我有一個這麼美滿的家庭 但是那天我就說 寶貝你今天不要切水果 媽媽回去的時候 再準備給你吃 可是我女兒回了我一句話 她說媽媽 你放心 我自己會小心 然後她說 而且我拿刀子 說不定拿得比你還好 所以你媽媽 節目上 季晴滿口說不完的媽媽機 興奮的分享 與孩子相處的點滴 錄影一結束 只見季晴快步走出攝影棚 所以今天要趕回去接小孩 對啊 所以你每次錄影時間 都要卡得準準的 對 就是要趕那個下課時間 像我剛剛講的 我如果沒有趕上那個時間 我自己內心會很焦慮 脫下高跟鞋 穿上輕便跑鞋 借請從女藝人的身分 瞬間變回趕著接小孩放學的媽媽 幫媽媽就是要快 對 要快 趕時間 要趕下課時間 從台北市區往宜蘭投城 就算不塞車 車程大概也要50分鐘 對季晴來說 已經習以為常 妳一直來 我就覺得要回家 然後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也不會覺得很遠 或是好麻煩喔 一點都不會有這些感覺 就覺得我收工了 我要回家了 趕快回去看小孩這樣 為了想給孩子們 一個樂活的學習環境 王仁甫毅然決定 處理掉台北的房子 全家搬到宜蘭 寄請二話不說之遲 其實兩人過關了大都市的節奏 現在卻很能適應 整個慢下來的步調 回不來了耶 真的回不來了 就覺得那裡的環境很棒 對 然後小孩跟我們 都已經有生根的感覺 走走走 接下班 平常光是演藝工作 和經營民宿 兩人就已經忙到不可開交 不過他們有一個不便的堅持 就是每天傍晚後 一定要挪出時間 與孩子們一起相處 謝謝小孩喔 可以帶我們去騎腳踏車啊 可以啊 然後我們可以到 還可以搭羽毛球 羽毛球 可是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想要 踢足球吧 踢足球也OK啊 弟弟呢 不行啦 你今天 對 弟弟呢 哈囉 弟弟有出來了嗎 我不知道 沒聽到他喔 我為什麼去教室找 你找不到 謝謝 好 來 上車 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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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你們下課每天都溜啊 溜得好帥喔 孩子放學以後 季晴不是趕他們回家寫功課 而是牽了單車 準備再出發 好 我們就往那個福德坑溪那邊 好不好 然後不用上那個034 我們左轉 走三邊就好 好 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的上坡 現在要加油喔 才要騎著 哈囉 一家人沿著山路騎車看風光 是在台北無法感受到的體驗 季晴和王仁甫不想讓孩子們 每天只會滑手機看電視 所以總是一有空檔 就排了滿滿的戶外活動 到處踏勤旅行 所以我覺得來了這邊之後 到現在為止一點都不後悔 因為宜蘭真的很棒 宜蘭要海有海 要山有山 要溪有溪 我們現在假日啊 或是週末 就在宜蘭近... 就附近帶著海底玩 我都覺得玩不玩耶 快 王仁町你們在那邊耶 王仁町要過去 我要傳球 好 王仁町 快點 你是不是 什麼... 過去當藝人 季晴最怕曬太陽 現在就可以跟著孩子一起踢球 玩到汗流夾背 GO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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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丟回來... 以前他從沒進過廚房 現在上了烹飪課 每天親自做蛋糕餅乾 給小孩吃 也成為民宿的特色餐點 這一隻啊 不是 好 約約你要幾隻 三隻 你要三隻啊 好 看似幸福的一切 其實都得來不易 當年季晴和最紅的偶像團體 5566成員王仁甫相戀 飽受不少壓力 後來季晴未婚懷孕 又吸引待產 轟動演藝圈 轉眼十年過去了 現在再回頭想當時的那一幕幕 記憶依舊鮮明 變得精彩珍貴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結婚 我就是要生這個小孩 那個時候公司罵到臭頭 如果我那時候沒有宣布 反而沒有讓這段感情 這個家庭成立的話 我覺得那會是我人生這輩子 最大最大的遺憾 所以這個家讓我覺得 力量太強大了 媽媽 只為一個女人 願意為了一個家犧牲這麼大 因為我以前認為她是個嬌嬌女 所以為什麼我反對 對不對 她講話什麼就嗲嗲的叫 我兒子什麼 娶這個家將來能幹嘛 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懂我的意思 對不起她什麼事都能做 好像聽說打蟑螂也是 盡情打不是王仁甫 為母則強 蟑螂 王仁甫是 人生往往一瞬間的決定 就改變了未來的劇本 這對情人共組了家庭 夫妻一同經歷高低起伏 一路上有苦有樂 因為那時候很多東西都是 不停的碰撞不停的碰撞 然後常常在很多的不愉快當中 慢慢再重新找到那個平衡點 我們旁邊的人 從完全沒辦法理解 一直到後來完全的祝福 婚姻絕對不會是 只有一個人在付出 一定是雙方都要付出 都要包容很多事 季小姐 季美她就是 完全因為很愛她 就完全的配合 哪怕心裡面有一絲一毫的委屈 她也沒關係 完全依著她 經營一個家不容易 特別是夫妻倆都在美光燈下 總被外界用放大鏡檢視 但是兩人為了這個家 都願意放下過去的光環和驕傲 來 最晚過去 好 炸菜是哪一個 這邊 謝謝家常 謝謝 現在宜蘭的市區路邊攤 常看見王仁甫一家人 吃飯的溫馨畫面 四個人坐著板凳 簡單的湯麵和小菜 就是一頓美味 因為走過光鮮亮麗的日子 所以夫妻倆心裡知道 平凡的生活最踏實 單純的快樂才最持久 好 仁甫這應該不會是生菜沙拉 這樣的話這個單元一定轉台了 不是 我看到番茄 洋蔥跟生菜 還有蘋果 還有蝦 還有梨子 對 我要做的東西跟生菜有關 叫生菜蝦鬆 江澤民菜 對 生菜蝦鬆其實 等等他們到你民宿會吃得到 就是 對 這是我們這一季的早餐 早餐是蝦鬆 夏天我就希望大家是吃一些 比較清爽 所以我們就把原本蝦鬆裡面 會放壁脆 對 我把它改成水梨 就是口感是一樣的 口感是一樣 可是它吃起來的是香甜的 對 會多了那個梨子的香氣 然後我會放蘋果 然後其實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蘋果跟梨子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讓他們把水果入菜 讓它整個吃起來的口感是 我們就不用放糖去帶它的甜味 因為本身它就有甜味 然後我的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是用這個羅曼 對 羅曼葉去做它的成拌 一般是用生菜 可是我把生菜剁碎了以後 放在裡面一起炒 剛剛那個Allen跟香儀拍到的 派是自己做 派自己做 就是你不是在外面買進來 不是 是自己做的 司康 烤布丁 全部都是自己做 它都自己做 對 然後我們客人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也會送一盒手工餅乾 也是他自己做 也是我自己做 就是他們在路上的時候可以吃 沒什麼時間來台北 亂晃啊 他剛剛講了很長很長 所以現在一定要做做看 其實我們兩個分開 他做那個早餐跟晚餐 然後我做下午茶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其實廚房真的 一山不容二壺 跟妳廚房那麼大 而且因為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所以像他做這些菜 因為他很厲害嘛 可是我不會 那我是結了婚之後想學 但是他看我拿把刀 拿鍋鏟的角度 就是他都會有意見 那我就覺得你這樣 我根本沒辦法做事啊 所以我就會說 你要進來的時候 我就當二廚 在旁邊整理 都交給他這樣 所以在經營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人力的成本支出上 那時候季晴妮 應該也是算得比較清楚對不對 你們要不要這樣子換個位子 怎麼了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好像都 我在中間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 我眼睛余光看到兩個好可愛喔 兩個人是這樣子 你看現在有什麼節目 我還有Cram 3G沒有問題 我們兩個就 我要看你是一步步做出來 好... 他這個很專業喔 你看他那個手勢 我們剛那樣的切法 切完了以後 它就已經是丁了 所以油條要經過炸 我上面自己做蝦鬆難怪 就覺得我沒有炸過 就是那個油條 就直接把它壓碎 對 沒有炸過的話 它就會很難壓碎 好像沒有那麼脆那麼香 對 有看到喔 今天是刀工大展示 看板刀工 沒有... 我們好像是第一次有來賓 在這邊做刀工 真的嗎 沒有刀工的部分 真的喔 因為之前我們教父牛排 鄧師傅有來做過 許偉映有做過 好像在裡面都沒有 沒有拿菜刀喔 真的耶 對 但他們刀工應該也都很厲害啦 對 但這個還磨得滿厲害的 所以我今天都沒有出言不敬這樣 一邊做 一邊擦 一邊做 一邊擦進去的 可是它這個習慣 也是有了民宿之後才有的耶 是喔 它以前做飯啊 做完飯跟世界大戰一樣 你知道我在旁邊收要弄很久 所以我超感謝它開了民宿 因為開放式廚房 它會一直捲你 你們是捲擺 所以它現在做完 就差不多也收完了這樣 接下來其實身材下重 它很快速 我現在因為剛剛的梨子 我先用點鹽巴 民宿早餐是蝦鬆耶 因為我們有搭配其他不同的餐點 然後這算是主餐 我們還有其他的 像tapas的部分 有一些麵包啊 然後有一些湯品 全版的時候 早餐要準備幾份啊 請請 二十幾個位 所以麻煩開個秋油煙機嗎 好 謝謝 因為那個洋蔥 弄起來都快哭了 好 這裡有放了洋蔥 洋蔥把它炒香了之後呢 我就放點薑末下來 然後薑末下來也是把它炒香 這個我們剛剛剁好的蝦泥 放進來 好 因為蝦泥我們用剁的 然後它只要一過到油之後 它很快就會散開來 所以它本身那個彈性都還在 對… 因為我們用食物調理器打的話 它就會變太稀 變泥 對 就會變太稀了 所以都是用刀子去剁它 然後我全程我都不用到大火 因為用到大火的話 它就變成是很容易會焦掉了 一般來說 我會把握好時間 當它還是熱的時候呢 快速的 然後我們剛剛的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現在已經加了蝦泥 洋蔥 對 蘋果 對 對 水泥 好 我會讓它熱的時候 我就關火 因為它有余熱 然後把剛剛的水泥放進來 好 然後呢 再放一點的生菜 好 這樣放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把蔥放進來 洋蔥 它是… 是洋蔥 比較細菌性 沒有辦法 對… 我就… 我跟電話姐講著講著 怎麼中間有人在… 對 有人就已經開始流淚了是不是 他要演他自己那一段 OK 而且可能小朋友常常看我們 在服務客人 他看著看著有一天 有小朋友的客人來 他就去招呼小朋友的客人 然後還問說那你要喝什麼 他就走進吧台裡面 拿了一個兒童用的杯子 然後真的就是要開冰箱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我要幫小朋友倒飲料 然後他就端出去 給那小朋友的客人 也很可愛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無形的教育 對 這是處女座 做出來的蝦鬆 真的每一份都很平均 然後葉子都洗得很漂亮很乾淨 好 然後我們再掃上一些些的油條 一開始就是想開民宿 他沒有想過開餐館 沒有 沒有 好多朋友因為知道他手藝很好 都說那我們投資你開餐廳嘛 然後我就說千萬不要 因為這個廚師是隨著心情的 對 還有加蛋絲 對 加蛋絲的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同樣的材料 包到飯糰裡面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對 你們不要那麼辛苦 下一季就推 冬天就推飯糰這樣子 也可以 弄龍一樣的SOP就可以了 好香喔 OK 搞定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菜蝦鬆 我沒有辦法想像 在我的人生當中 接下來會沒有它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它太重要了 我們真的是轉換了自己的人生 自己翻轉自己的人生 仁甫有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他說當藝人 其實你的感覺最好的就是你們培養了超強的意志力 這三年其實我覺得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意志力 從我們開始找地 我們找地找了三年 找地啊 找這一塊地 就找了三年 那個時候血碎還沒有通喔 然後我們要一直不停的往返 所以我覺得其實到討論設計圖 到房子真的蓋好 然後到我們真的請了管家 然後去跟他們如何做互動跟培訓 我覺得每一步其實真的都需要意志力 成到現在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放棄的可能 對 我覺得其實支持著我們兩個的其實就是 我們覺得是孩子 我覺得孩子來到了我們兩個的生活當中 讓我們兩個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事情 就小孩子會給你一些回饋 那我覺得 我們其實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像我昨天回到家 然後他在床上跟我聊天 我一回到家 我就看到兩個小孩躺在旁邊睡覺 跟他躺在他在床上看手機 我說這個畫面 真的是支持一個人 一個男生 一個男人 出去工作以後回到家 看到這個畫面你會覺得 好棒 好值得 好溫馨 所以那個就是你要的 就是呼籲你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就是你說的 幸福帶給你滿足 對 然後這個幸福勝過精彩 對 我覺得他們才是所有最重要的一切 這個家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滿足 跟所有的快樂 我覺得都是因為他們 你就會覺得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要把它做好 我才能夠跟我的這個美好的交亭交代 觀眾朋友一定會好奇就是說 因為台灣很小 你們知名度又這麼高 然後在你們這個民宿也是在社群網站 最巔峰的時候 創立到現在 一定有人找你們 會不會找你們 再一起去擴展 然後找你去加入其他的觀光事業 你自己走到這一步 現在心裡怎麼想 可能我還沒蓋之前 我有加盟的想法的時候 只有人談 我說來 就來吧 我們一起來做大 我們就大家一起來把它搞 那一開始開的時候 就最好有五家或者是七家 這樣子聲勢會非常浩大 可是開始營運了之後 我就發現不行 你能夠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很棒了 我能夠把一個民宿管好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對 那其他幾家 除非我有多餘的心力 但現在的我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就專心把這個地方做好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你覺得這三年 對於風險評估裡面 你自己在你原來就很謹慎 非常保守的個性上 也有做哪些不一樣 你發現自己也有一些轉變 接受更多彈性跟變數 他現在常常跟我說 他點子超多的 源源不覺得點子跟想做的事情 他常常跟我說 老婆 我們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來搞個便當店 然後我們來搞個什麼什麼 我說 你真的想清楚了 我們就做 所以我現在的方式就是 就陪著他去經歷這個過程 這樣只要我們的家 我們這四個人綁在一起就好 所以 對啊 所以以前你試圖去告訴他 你認為什麼是對或什麼會比較好的 那現在我覺得很好玩 我這樣聽起來感覺說 其實那個對 就是你們一起去經驗這個人生 那個經驗就對了 對 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那個都是希望別人配合自己 所以我覺得其實認識了仁府之後 我覺得我的人生 苦難的開始 也可以這麼說 沒有 其實我覺得回頭看啊 也許我今天又選了一個 比較保守踏實的男人 他確實可以讓我不要經歷那麼多的擔心 跟操心跟害怕 可是我覺得相對 仁府其實給了我一個 完全跟我小時候成長的背景 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人生方式 他有很多的想法 他都會覺得說 你不做你怎麼知道可不可以 失敗了沒關係 失敗了我們再想其他的辦法 然後每次當我很焦慮的時候 他總是可以讓我 試圖讓我放心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他 然後陪著他去經歷這一切 也許他就成了 我覺得跨出舒適圈是你的 你是發動的引擎 可是我們今天最後總結 跨出了這一步 如果沒有他 現在這個新的舒適圈 也會很不一樣 我沒有辦法想像在我的人生當中 接下來會沒有他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他太重要了 雖然我改變了他 很多在我常常跟他開玩笑說 如果沒有我 你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體驗 你還是住在台北市 只能去樓下的便利商店的 一個女孩子 每天就是在台北市逛街而已 對 那 不要講這個 他在台北市數鈔票 那些錢現在都已經堆得這麼高了 可是他也相對的 讓我感受到一份安定 然後我覺得真的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 可以在背後這樣一直支持你 人家說成功的男人背後 總是要一個女人的支持 那我覺得他是 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個典範 從不管是那個時候 5566的時候 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到我們剛剛看到的 所有一切 包括像民宿要開始了 在金錢的部分 發生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也是默默在幫助我的人 然後當我們開始在 經營民宿了之後 要做餐 下午茶的部分 他也是從不會做 也開始扛起來 他真的做了好多好多 在他的人生上的改變 這些都是為了我 所以我無法想像未來沒有他 謝謝你的分享 真的很棒 好 截止欠了你們兩個寶貝沒來 謝謝 下次再邀請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